欢迎订阅第二节的节目 欢迎订阅第二节的节目 这一节就会跟大家谈这场南非打比 南非赛事大家过往都看来看的 大家也会这样标和冠军杯 今年其实就会多了不少南非赛事 除了南非打比之后 之后也会有金挑战的标的东西 但是先看这场打比 看回这一层阵容好像有声味 其实没什么 是真的没什么 而且这场赛事的马场也挺tricky的 特呼方丹马场有两个位置比较特别的 第一就是1600米到800米柱 那个位置上车 第二就是要直路成800米长 加上这一层阵容有变速力的马场真的不多 因为一般来说你直路这么长 其实你前置马好时 你主要是马上跑2450米 但是这一组会追马马就是没什么 所以令整个形势更加朴朔迷离 没错 那先看近十届冠军 看看有没有啟示给大家 不如看一些骑士 因为大家知道南非骑士很多来香港 对上那三届 那三个大家都很熟 上年董明朗赢了 原来就是赢了利吉之士 我看回那条片 赢得挺精彩的 希望董明朗多些在香港都可以骑到那一场水准 前一届就 Malmus 就是三股王 那次就是阿星仔 霍宏星去赢的 大家知道霍宏星其实本身南非的时候都赢了很多大赛 我最深刻 应该就是彩虹桥的 如果论成绩 他应该比董明朗更加的 因为董明朗赢了 吸制赢的数字 就应该没有霍宏星那么多 至于联马斯方面 国克 国克就赢了两届 今年也拿着挺好的机会马 至于战士方面 其实都是那两条 一是南非竞争赛 一是打比预赛 今年应该会正式改名 叫浩曼锦标 所以 这一场没办法 都是要看这两条片 首先 第一条片给大家看的 就是那场的浩曼锦标 就叫打比预赛 赢马那只就是略宝群 就像我们说了 国克最有机会的那只马 但是 这次 刚才我们也讲漏了 天气方面 南非那边有机会下雨 会不会对这些实力马有影响呢 也不奇怪 因为你说这一组 真的有变化 还是根据的马 就不多的 包括这只略宝群 也是 但是这只马 我觉得 它就算是各项 比较有市政的马 一来出现民族英雄 二来 它的Halfbradar Halfsister 就不止一只有跑过 那些2000 2000 而且有赢马 或者赢名纪录 加上刚刚开场也有说 这组 根本是一堆马 只会逗牌 但是这一只马 它是有变速力的马 你看这一场马 它是包起冲上来 一是扔大我 一冲就赢了 所以这样就算一条数 其实它在这里 就应该是几着数 唯一我是不明白 它跑完这场豪宝群 要整一场跑多场 几乎是几乎 几乎是几乎 那刀是好事的 始终这一马 戴了眼罩之后 真的表现得非常之好 而且这一组很多马 已经跑到十几场了 是这一马去到去年年尾才出道 现在可能是正值当约的情况之后 我想它的赢面也是最高的 没错 而且这一只马 你看到它一路慢慢加程上去 1400-1600-1800-2000 那个表现也是一路保持好 而且我很喜欢这一场 它是少数有变速力的 没错 因为我们看好整场 很多都是那些军速 纜纜 真的和你是斗鞋的那种 变成你有一只可以有这样的变速力的马 的话 其实是几乎好事的 所以我也觉得 李成邦这两场已经跑惯了这一只马 所以我想它走头就很安心的 至于跟着第二第三第四的马 我们也有选择的 但其实都是拖脚的 二三名那对韩德尔和阿塔林 其实的情况都是相似 你看到它们都不是那些 好像没什么变速力那些 都是慢慢抱抱抱抱抱的 这一场韩德尔的步绑比阿塔林更重 我自己这场就胜线阿塔林多跌 一来就是他 阿塔林一样都是属于跑的比较少的 二来这次就换了瘟里骑 我们也算是南非叫做失晋多红的女骑士 我也记得他之前跑的那只 末尔曼 他的发挥都不错 至于韩德尔就用了史卓冬 还有他跑了大外档 因为这一场前置马真的是多少 今天他已经跑了13场 我怕他那个进幅已经没那么大的情况之下 所以我喜欢阿塔林多跌 不过我就知道韩德尔的那只免税天堂 觉得挺好的 是的 即然这场我解决了略保群红之后 都好像没什么码架 我又不如又向一些冷碗埋手 免税天堂其实是处理的 真的是赢过 也跑了比较多 跑了12场 但其实这一场他面对着略保群红 当然略保群红就赢了 但他说韩德尔的那些 其实跟他的距离是差不多的 而且我觉得敏税天堂这场充滑不是太顺 因为他在马中间有点支撞 回来就有点踏不住 因为其实他也是少少均促的 你看回这只敏税天堂的血统 他就是步伐 步伐就是欧洲的长途马 他外档亦都是曝光 木星月亮 亦都是跑长的 你见到其实近距已经很早 可以拉上去2000 2600都跑到上去的了 所以他小数今场是比较有长力充足证明的 当然你今次就用卡杰迪去跑 但幸好他这两场已经都骑惯了这只马 这场的韩文冠冰 你说他是不是跑错了 我觉得不太是他跑错 而是形势有点不错 因为外面那只游戏玩家就一直挨了他进去 就出不了了 上场跑那场的Madeen 其实虽然回来都是输 但其实我觉得他的走势都是不差的 这次鸭实档 如果既然他也是军速马 不如一出闸 放在前面走 试一下 也是够长力的 看看可不可以有些惊喜 因为他马特夫坊丹 跑三折其实是第二第三角一 都挺好成绩的 我觉得他这些马就不是Botwin的对象 但是你始终也是过句 这一组对象真的不太强 他有少数地有长力根据的马 或者可以捱到一只位置都不出奇 然后就看看另一条 也叫指标点的战线 就是南非经典赛 就是南非三冠的刺冠 以往这条战线的剿性就很高 不过今年我和阿韩对这条线的看法 都是差一点的 包括指驱 当然你看他的战绩是挺厉害的 他近陆场也不赢了 但是我觉得他好像只有一个崖子 在前面兜兜兜 如果前面战线断的 那应该不是过得了 其实在我眼中就不是叫过马 纯粹它是维持的速度 而且这条线 其实他下线根本一堆都是一里马 你转不转到你本就要自己走 你对场地的要求又这么高 而且又是那个巨率 你变化地 你着任没有血统根据 你变成第二本我真的惊惊的 是啊 还有他附近New Predator 其实我记得好像都是一里那样跑 你变成这样拉2400 其实这场千八我都觉得是有点蚊蚊 因为大家稍后可以留意跑第四那只怪兽 其实是可以跑赢的紫驱 我自己觉得 这个紫驱这次真的没办法 因为他真的像你说 他的近跡就很好 也刚刚赢了这场一级赛 但是他就真的难 还有我自己谈他就马上你会选错话的 他就没有骑到那只略宝群 因为略宝群本身他也有跑开的 那么他决定选指驱 但是就单纯 还有这只马我有点不喜欢 就是他的出步比较滑一点 还有他的头比较喜欢刀低一点 我就一般的这款马 所以怪兽其实真的有得反先他的 是啊 还有你对比另外那两只 那是火虫而跑这场千八 阻断很抢头 你抬起来跑你半个真是害怕的 所以倒不如看见换了获利 然后被他要卖他 所以这只怪兽其实近五场 根本连披都没有跑过 全部都是四五六名就叫做跑近的 但是这一场其实你见到 他都是最后的八领二百才能抢得着的 那么今次换了获利 而上来跑你半个 虽然附近都是New Predator 但是他下线那边的场率 根据就比指驱多很多 所以如果这样算的话 不如相信骑士也要一只怪兽 是啊有时候你跑马跑骑士 你获利始终南非跑大赛 他真的很安心 所以希望这只怪兽 今场的制裁好一点 因为其实这一场的 南非经典赛 其实如果直路不是 给外面那只黄色衣服 盖住了 早点去剪开 那个步伐的话 其实是有得逗一下的 那希望这一场600米 可以帮到这只 都是偏均速的 接下来和大家看的 就是一些再低级的赛事上来的 首先就是重金礼拼 跑一场叫Middlesticks的赛事 其实南非就很多叫Middlesticks 我们有选得搞不清哪场打哪场 但是这场其实重金礼拼 虽然他就赢不到跑第二 就输给那只Prime Number 好像叫做Prime Example 但是为什么我会选这只重金礼拼呢 首先就是他那个血统挺特别的 他是野田金区 他是日本卖的 当然野田金区在日本的时候 成就不算很高 但是下来又配Querrari 这个场地挺有趣的 我再看一看他的赛绩 他胜出率不是很高的 跑九场赢两场 但是其实另外有四场都入三甲 跑Fu Fondland也是跑五次 有四次是入Q的 所以这只可能也是挺适应这个场地的马 再加上准 还有他上次跑这场的Middlesticks 当然他被Prime Example拼得了 但是其实他也是逐步逐步蓝的 我真的看到他这整场都是逗蓝逗蓝的 既然他本身已经有近三场跑2400米 三场同一个马场是两分一Q的话 有了场地的话 那我倒不如试一下这些吧 还有他外祖父的Querrari 德国马 这些马地我不用怕了 还有看回他赢的那只叫Prime Example 其实同日特殊方的马场会见到他 但是转播上就见不到 他还跑了一场2800米的表列赛 那就跟什么马场 就跟纳布拉斯那些跑 那你这样计算的数字 始终一来你对上连长马 虽然他的表列赛表列不算特别好 但是都算是那些高分阳赛的马 所以可能打在这一组 今届不算特别强的南非打给你身上 可能已经够用了 是啊 因为你看看他现在就是 就是第二位那只 白就好那只 其实你见他很早已经打的了 Prime Example就是红色三那只 当然他末段是有少少被他订掉的 但是你见他也是那些 蓝啦 那些出步又不算很密的那些 就是打下又有一些 打下又有一些 所以其实也希望他可以摆前一点 是的 之后看多一只马 叫巴西曼瑞 他也跟连长马跑过 那就是这场平均97样赛 虽然你看这场他就叫什么希望 因为对手那些都背到60-5公斤 那这场就53公斤而已 但是其实同场都是一堆连长马 你跑2000赢到其实都不算很差而已 是的 所以我就正看中一点 虽然他只是一些 即是BENCHMARK样赛这样打上来 但是就是有过跟连长马对赛的经验 其实我觉得是挺重要的 因为起码你证明到就是 你自己的成熟程度足以可以 跟连长马去抗衡的嘛 虽然他这场只是赢内阀 连长马去抗衡的 也不是一些很特别的卖 但是他也是第一次跑2400的 但是起码他上场跑这个特殊方 2000 回到他在大外档盖上来的那个勢 是挺不错的 纯粹计血统 这一只也是有点奇怪的 因为阿爸就受声中哥了 但是他入供是Jet Master的 就是有长有短的 但是他这场的2000 反而给我们看到就是 逼他有气量 也都在直老的变速力 是比较像这一里马的变速 他是在外面盖上来的 极其也都大家在南非的转播赛 其实是熟悉的 也是挺不错的骑士 万一啦 前面那些只是关速斗蓝的那些 我刚才也说了 为什么我们喜欢绿宝群红 因为他变速力足 看看巴西万岁 也都是属于那种会有变速力的马 看看可不可以在这场都可以赚到 不过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因为这一场大家都知道 南非打给平榜132 但我看他的绩子 他好像握一一几的表现就好一点的 之前他跑了一场平衡84仰赛 你握到130磅就输了 你觉得他是他让人绑的问题 还是他负重能力不行 当然啦 我觉得巴西万岁这一场赢年长马 当然是受让绑 因为117这样 但是起码我觉得你130那场骑士 他输给那只Dubai Hill是输两个几码位置 但是那场跑 一来叫做跑了几场2000 就缩回去跑1800 是的 有些时候可能是变不及速 有些时候处不起这样 但其实他也交回第二给你的话 我就不太担心 他说什么重绑不行的 而且这一场是情绑的嘛 你不是说他要让人绑转的 就是什么重绑来让人绑的话 我就不太担心这个问题的 还有用稠骑都是合作赢过马骑士 所以很多问题都不大 之后就有个数据给大家看 就是近十届参战亚上将出了赛事的成绩 其实都是那两条线 没错 就是洪曼锦标 以及南非经典赛 以点数来的 南非经典赛的成绩会好一些 但是呢 这届南非经典赛 我们自己觉得水准就没有往年那么高 就是可能水准高一点的那些 那些马就不够长力了 但是三明方一之后他都没有上来跑里本 我觉得长力不够了 变了好像尼赛打给的马瑞珍差一点的情况之后 我们就宁愿找第二点的博客 那始终郭克又是叫做黄门的联马斯 大家知道是南非很顶级的联马斯人 今年拿着这只略保群红的话 虽然譬如说他那个骑士我们就不太熟了 但是撿到这么好的马 那我都希望他可以凭这只马就可以赢到这个南非打给的 是的 那之后呢 就做了一场日本的樱花照 就跟大家讲一下 联马经典的首冠 嗯 真的印象中是第一次看的 是的 因为我记得好像之前就是最多是看《谋勇兼臂》 都是看《像书》 和《秋华》照 嗯 是的 但是樱花照我真的印象中是第一次过的 是 终于可以看到了 那当然啦 希望看完樱花照之后 另外两本都可以看到了 没错 但是今年其实也有几不错的星味的马 也就是大家知道了 那个传统的阵名 今年也出了很多马 所以看看哪一只会更好 稍后就和大家聊这场樱花照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 就快点去追踪我们的Facebook和IG 之后再叫你的朋友一起去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按下旁边的小钟 那就不怕错过我们每一集的最新资讯啦 记得啦 我再联系这个调查一下 我这么打开 我们的朋友们可以看到了 我再联系一下 你会看到了 我再联系一下 这个李宗宇的声音 我来说 你真的有几不错的星期吗 我再联系一下